嘿 大家好 我是台表 今天呢 我要來做我的五月份閱讀清單 如果你們覺得在影片中我看起來很累 是因為前天我回家 然後呢 發現就是晚上的時候 有一隻蟋蟀跑進我的衣櫥底下 然後就開始整碗 可以印它的自然calling 然後就不斷地這樣子叫不停 然後呢 我整碗沒有睡 用各式各樣的方法跟它協調 用心電感應啊 然後跟它講客家話 國語 英文啊這樣子 但是它就是好像能感受到我的怒意 反而越叫越強烈 那這一次呢 五月份我有讀了很多書 所以我也會分成上下兩集 然後來跟大家討論 那我們就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來 分享 那今天要來先跟大家介紹的第一本書呢 叫做沙漠詩集書典 然後這個是在講就是有三位女性創辦人 在埃及的文化沙漠裡面 沒有錯 埃及除了地理上面的沙漠 還有就是出版閱讀業的那個文化沙漠 在書中裡面可以看到就是目前大部分的出版品 還是由政府所管控 所以可見就是要有多大的勇氣跟信心 才能這樣子一路這樣子走下去 我覺得它很好玩的一點就是 木刺是用我們的書架上面的分類 然後來做 然後總共八篇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個就是咖啡吧 然後再埃及精脆料理食譜 到最後的那個自我成長這樣子 就是可以讓讀者去探討就是文化 閱讀事業它的存在的必要性 就是當民生經濟很困難的時候 我們的出版產業就好像變成是一個資產階級的一個 娛樂消費 作者就有被記者譏諷 然後作者就回答說 一定要經濟允許事物才能夠存在嗎 政府用錢去修繕花園 然後開博物館 然後還有做很多文化事業上面的維護 換成是我自己拿錢出來做這一行就不行嗎 所以從這一些東西都可以 就看到我們作者那種很嗆辣的一個個性 可是它的嗆辣個性 可能也是成為它在創業一路的過程是必要性的 尤其是在埃及這一種 就是女性的權益還不太那麼被重視的時候 就是作者常常就是處處被刁難 在埃及商場上面 她身為女性創辦人 就是必須要比一般人來說還要更強勢 她說她學到了在埃及社會上 所要駕馭男性所需要的力量 你必須要先讓他們恐懼 大於你去讓他們欽佩你來的重要 所以她每一句大聲的這樣說話 然後可能還夾雜的髒話 對她來說就是一種對付權的一種小小反抗 然後她書裡面還有提及 就是埃及國家很矛盾的地方 比如說在迪瓦這一間書店呢 他們的那個尼羅河抹殺案啊 就是外國觀光客就是來這書店 當然就是在埃及嘛 那就買 可是沒想到當地人也很喜歡買這一本書 然後她就有點不太能理解 但是她到後面就發現其實埃及人就是 常常會需要通過國外的出版品 然後反而去用國外的文字 還有對他們他們國外對於埃及的理解 再來重新看自己的國家 這是一個埃及很矛盾的地方 那最後做著用架上的 自我成長這一類的Category 做一個這一本書的總結 我覺得非常的喜歡 雖然說結局總不是那麼美好 但是這就跟人生寫照有點類似 就是你不斷的去嘗試繼續失敗 繼續嘗試繼續失敗 這是人生 所以我覺得做著在最後的結局 對於書店的創辦 還有她自己的人生做了一個很完美的主題 所以真的很推薦這一本書 好 接下來介紹第二本書呢 叫做山羽林的深處 我很喜歡她的英文書名叫做 Two trees make a forest 雙木成林嘛 我覺得很有意境很好玩這樣子 大家都一直推崇這一本書 我就覺得很感動啊 但是沒有人跟我說 可以讓我感動成 痛哭流涕在地板上面 錯氣這樣子 大家有看完之後就是 坐在地板上面錯氣 哭嗎 應該說這本真的讓我非常的驚喜 沒想到就是 看著書姐可以那麼感動人心這樣子 作者李傑柯呢 是生長在加拿大的華人移民第三代 那媽媽是台灣人 爸爸是英國人 會回台灣展開這趟旅程 是因為得阿茲海默症的外公過世 然後留下了一些手稿 然後配合著作者他媽媽的一些口述 還有他奶奶的一些口述的故事 他想要把這一些故事拼湊起來 我覺得這個寫作方式很稀有 因為他結合了自然寫作 還有旅遊記事 還有回憶錄 可以看到他作者本身的一些故事 還有一些大時代底下一些小人物的故事 當然是指外公外婆 對於台灣讀者來說還看到了台灣 因為作者本身就是一個環境歷史學家 所以他有時候在書姐就是會跟你說 台灣的一些常見的職務 對我來說我這一點我就很羨慕 因為有時候我去看到一些小花小草 我很想用他正確的名稱去稱呼他 但是我沒有辦法 最終還是以小花小草來稱呼這樣子 當然更多很有感的是比如說作者去爬一些山的時候 在爬山之前 然後呢他會跟自己說 喔我今天就是在爬山的一路上面就要先去注意到環境周遭 去注意植物什麼之類的 但是當你在路途上面又累又餓又熱又臭的時候呢 你很多時候都是只會關心你下一步會不會滑倒 然後還有到休息時間還有多久這樣子 所以有很多畫面都可以很共感這樣 那如果你有讀這一本書就應該知道就是 有一幕是作者看著他外公拖地的那個畫面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會一直讓我想到 我很喜歡的一部電影叫做王牌天神 就是那個上帝就是在拖地的那個畫面 結局非常非常的感人 我真的好喜歡這一本書 所以也推薦給大家 好那影片最後的要介紹是這一系列的 叫做時光舞步曲 就是上個月我有讀他的第一冊叫做時間的皺摺 因為我覺得這個太好看了 所以然後我想說啊我來看第二本 然後結果就一路上就是看下去了 我就把這一套全部看完了 然後我那個時候有心裡想 那我是不是就直接一時光舞步曲做總結 然後一下子就帶過去了 但是後來我覺得每一本書 他都是獨立的時空 都是獨立的故事 那如果我這樣做的話 我就是對不起這些書 我對不起做著藍哥 我對不起自己 儘管這個影片可能會弄得很長 然後還要上字幕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心甘情願承受 或許就是因為這樣的機緣 所以有觀眾可以認識到就時光舞步曲的著作 然後還有認識作者藍哥 然後看到每一本書他所蘊涵的那個價值 我就覺得這樣就OK了 就是目的達成 所以我每一本書都幾張來做介紹這樣子 好那從第一側就是時間的皺褶 就是很龐大的宇宙呢 到了第二側銀河的裂縫 是到了圍觀的一個世界 就是一個立腺體之戰 這個就非常非常吸引人的點是 因為我國中最喜歡的前三個科目就是 英文 就是真的很迷人 然後還有 當你知道立腺體是身體的發電機的時候 你就覺得天啊 這也太讚了吧 但是它是一個單獨細胞 存在於我們身體體內 所以我們身體對於立腺體來說 就是他們的宇宙 那在這本書裡面呢 立腺體他們體內呢 還有一個叫做費蘭多勒的一個細胞 然後那個費蘭多勒呢 就被宇宙的一個惡視力所控制 然後就開始不聽話 那費蘭多的不聽話就會讓立腺體整個變得不好 立腺體不好影響到了他們的弟弟 Charles Wallace 整個身體不好 Charles Wallace身體不好就會影響到 這整個宇宙的一個平衡 所以作者藍哥就是想要透過這一個圍觀的世界 告訴我們讀者就是這個宇宙是牽一髮動全身的 大家都是緊緊彼此相連的 每一個宇宙都包含另外一個更大的宇宙 然後這讓我想到一部動畫片我非常非常喜歡的 叫做河頓奇遇記 就是一個大象啊 就是偶然不小心聽到了 是蒲公英嗎?還是一朵花裡面的一種生物 然後那個生物才知道 就原來他們宇宙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宇宙 這個idea嚇到他們了 我讀的時候啊 我也讓我想到了就是 佛語說的一花一世界一殺一天堂 雖然藍哥其實在這一本書 從這一本書裡面開始就可以看到 其實整個時光五步曲 他都融合了科幻奇幻量子世界 還有甚至是基督教義神學的一些理論 所以我這樣剛剛的那佛語比喻可能不好 但是我覺得在於宗教之外 有一個人類可以共享的一個宗教情懷 人類的信念跟信仰的 所以呢我真的覺得 非常非常的推薦 好接下來就是要來介紹我時光五步曲裡面 最喜歡最喜歡的一冊 就是第三冊 琴邪的星球喔 剛剛第二冊是在講很微觀的世界 那琴邪的星球 坐著藍哥的企圖心又更強了 他裡面有看到 業力輪迴 量子力學 時光穿梭 甚至是獨角獸 然後在讀的時候讓我想到 就是我在2021年推薦書單裡面的一個 也是一個很龐大宇宙觀的一本書叫做雲圖 那這本書呢 就一開始就是在講 就是弟弟Charles Wallace已經15歲了 然後因為一個忌遇呢 他必須要在24小時之內去回到過去 然後呢去找到那個事件點把它解決掉 扭轉過去 好讓現在這 他就Charles Wallace的現代社會 去阻止那一場即將發生的一個核武戰爭 如果我對這整本書的理解沒有錯的話 就是核武戰爭的最源頭是 源自於 趕隱與亞伯他們兄弟自相殘殺 就因為這個業力輪迴導致了印第安的殖民 導致了畜奴的這個情況 然後導致了南北戰爭 然後導致了現在在 中南美洲的一個獨裁者掌握了核武戰爭的一個爆發點這樣子 那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關於獨角獸的一個故事 他裡面甚至還有講獨角獸的那個 吃東西的畫面 那非常非常的美 讀完之後我開始訝異我們的生活到處充斥著獨角獸 不管是玩具啊甚至是氣球 英國的軍官在執行空中任務的時候啊 就說要躲避獨角獸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那個新聞 我覺得非常好玩 你知道這裡面真的有太多太多的細節了 所以我看完之後 我馬上又從第一頁重回然後看 然後甚至在第二次的時候我還做了這個 我還寫了就是他們的 歷代發生的一些小細節 然後還有他們的族譜 然後呢就是做了很多功課 看了這一些細節之後啊 然後我就整個是很驚嘆作者藍哥 他的想像力 然後還有他架構這整個時空的能力 太多很引人入勝的地方了 這本書真的超級超級讚 那Charles Wallace在扭轉過去的那個時候 是直接變成當時那個時代的人 因為他必須要親身經歷 所以他做的那一些決定 有些是很無私是充滿愛的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感人 我很喜歡這本書 總之不管是一路上面的里程甚至是結局 我都很愛 所以大推這一本書 好介紹來介紹的是第四冊 叫做末日的逆襲喔 他是諾亞方舟結合科幻的一個重新詮釋 看到諾亞方舟這四個字啊 那當然第一個就是會讓我想到 剛剛也有提到過的王牌天生那部電影 他的第二集就是一個 諾亞方舟的一個故事改寫 我也很喜歡 那第二個就是我出自於個人 就是最深層的惡夢 這樣從小到大 就是我被嚇醒的 就是有關於洪水 那個洪水是我在那個時候 死前的最後一個畫面 然後每一次都是一樣 然後從小到大就是 就是 久久會來一次 然後我 然後我都要開燈 然後 不敢再閉眼睛 就是趴回到夢裡面 然後去面對那個洪水 所以 從小到大我左邊的這一個就是 都是護身符 那有時候是家人送的手錶 那大部分都是護身符啦 就是外婆給我的這樣子 就是幫我去阻擋那些惡夢 那其實之前我有講過 就是朋友甚至有時候會認為我是大膽的 雖然說我不會這樣子稱呼自己 害怕其實大部分都是很表層的 就唯一一個讓我很害怕就是關於洪水的惡夢 所以其實我是相信洪水的 因為我每一次醒來 我都很感激的摸摸自己的身體 就是喔還好 我是 就是 我現在在這邊 不是剛剛 就是 洪水來了 我沒有辦法 離開 沒有辦法 躲掉的 所以 諾亞方舟 我就是沒有搭上了方舟的那一個 所以 有人可能會問 欸那胎表你會怕水嗎 沒有喔 我不會怕水耶 就是 我會游泳 雖然說游的不好 但是我會游 但是我有會 我可以知道 就是大概什麼時候會下雨 因為我會 頭痛 然後膝蓋痛 欸不是關節炎嗎 呵呵 就是 我知道什麼時候會下雨啦 對 這是一個種超能力嗎 時光五步曲它的時間 絕對不會是線性的 因為到第四車他直接給你一個大轉彎 就是又回到了 就是莫瑞家的那個小時候 這一次 他們的主角 對雙胞胎 那雙胞胎其實在這個天才家庭裡面 就是比較 一直都是比較那種務實派的 就一個想要當醫生 一個想要當律師 一個因緣際會下面 他們就是誤闖了爸爸的實驗室 然後導致他們回到了 在 就是洪水前的那個時代 沙漠中喔 出現很小的那個 萌馬相啊 然後還有那種 紫色翅膀的那個 拿菲利人 甚至遇到諾雅 還有整個部落的一些人 這樣子 當然這一集 還有出現獨角獸啦 可是這裡面有很多很衝突 又融合的點 比如說 宗教與世俗 神話 還有科學 那如果我的理解沒有錯的話 我覺得這一本是最 成人的一本書耶 因為它裡面其實 有很隱晦的在去探討我們人類的物欲 甚至是情欲這樣子 後面導讀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讀者如果你可以看完之後可以看那個導讀 我真的覺得很精闢 這一本書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歡 所以也推薦給大家 好接下來要介紹時光五部曲的最後一本書 那叫做超時空之謎喔 這一個是在講我們的姊姊Meg 她生下了女兒菲利 然後菲利回到了她的科學家外公外婆的家裡面 然後不小心穿越了時空之門回到了三千年前 然後那個時空之門意外的關上 她就被困在了三千年前沒有辦法回來 那她無意間把現在的一些問題 帶到了過去 然後過去的一些難題交織在一起 那她除了要去解決眼下的一些問題之外呢 那她也意外了找到了她自己的定位 找到了自己的天賦 我覺得後面導讀也寫了相當相當的精彩 而且也寫出了我的心聲 怎麼說呢 就是作為一個時光五部曲的最後一部 你覺得一剛開始就會覺得她是會有那種 煙花等級的一個燦爛收尾 但是比起前面四本來說 她腦洞大開的程度 她的奇幻還有科幻的成分都 相較之下弱一點了 但是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我也覺得她寫得相當精彩 這本書是在1989年出版的 然後相較於她第一本那個時間的奏折 相隔27年才出版這一本書 那作者藍哥她在寫這一本書的時候 已經高齡71歲了 那中文版在文案這邊有說 時光五部曲中最深情的中曲 愛就是超越時空的力量 當你讀完這本書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文案寫得之好啊 而且你會發現這裡所說的愛是 真的是大愛是各式各樣的愛 那種愛讓我們在那麼多個時空宇宙當中呢 就是把我們牢牢的定在這邊 然後緊緊的把我們拉住牽引找到自己的定位 當然這一本也不會少了關於神學還有基督教義的地方 因為這裡面其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一個退休的主角 她也跟我們的女主角玻利呢 一起被困在三千年前 有一幕很精彩喔 就是那個主角就是在他們就一定要生死交關的關頭的時候 玻利看到的主角就是禱告 然後玻利很納悶 因為其實三千年前是基督還沒有降臨的時間 那個時空有神嗎 就是讓玻利重新去思考我們為何要禱告 我們為何要相信神 我覺得那一段實在是相當相當的精彩 就是信仰的力量在哪裡 三千年前沒有神的那個時空 我們到底能寄望什麼 剛剛也有講到了嗎 就是愛是所有問題的解答 愛是唯一的答案 所以我想坐著蘭哥 就是用他生命的淬煉精簡出來的最後這一本書 超時空之謎呢 真的是對這整個時光五部曲做了一個最好的一個句點 所以呢也非常非常的推薦給大家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在五月份要先介紹給各位的書啊 那我覺得五月份真的也蠻長的 然後當然我也看了很多很棒的書 然後玻山是六月份嘛 所以很訝異的就是2022年已經來到一半了 希望大家就是在這個時候呢 還是能夠好好的保護自己 然後平安健康 今天就到這邊囉 我們再次見 張倫了